所以,大家要把这个我放开 没有我,才能把自己真正融化在超现实当中 你才不会生气 因为我生气,我难过,我不开心,我恨等等 都是这个我在作怪 如果能把这个我自放弃,就不会生气难过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里 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如果一个人天天高高兴兴地活在世界上 就是活在天上,活在天堂 师父还说,如果一个人天天生气和难过 就是活在地狱 接下来,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这位同修分享道 我本身有点抑郁症和强迫症 前两天,整个人浑身发软无力 摊在沙发上动也不想动 觉得做人真是没意思 烧送了几张小房子下去 消除抑郁症强迫症的业障后 分开祈求分开烧送 混沌的头脑清醒多了 浑身上下也有力了 接着隔天一鼓作气念了好几张小房子 也不觉得累 立竿见影的神效 经文组合小房子真的很好很殊胜 心灵法门真的很好 菩萨真的很慈悲 师父也很慈悲 感恩佛缘让我接触到心灵法门 感恩师父的慈悲加持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菩萨慈悲 只念了21遍姐姐咒 房东对我态度转好 我现在随缘做一个小小分享 2022年9月 我从香港搬到加拿大 租了一间房 跟一个女房东一起住在同一间屋里 之后发生了一件事情 是我不小心做得不好 造成我跟房东之间有一点芥蒂 她对我有一点生气 因为这样 我在观音堂里跟观世音菩萨 南京菩萨和护法神说 念21遍姐姐咒 希望可以化解我跟房东之间的恶缘 希望房东可以放下对我的愤怒或者芥蒂 大概过了两天之后 真的很神奇 她对我的态度明显转好 还格外帮我的房间换了一个灯泡 说希望帮我的房间弄得亮一点 她还从信箱帮我拿了信 和整理我冰箱里的食物 其实这些她都没有必要帮我做的 我当下心里好开心 虽然只是一点点小事 只念了21遍姐姐咒 菩萨也有听到我的祈求 真的很灵 真的很感恩观世音菩萨 南京菩萨和护法神 感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运用五大法宝帮助先生化解牢狱之灾 我的先生前段时间在麻将馆 因为口舌之争 一时冲动 跟别人打架 造成了流血事件 当时还惊动了110、120 影响非常不好 最后一次去派出所做笔录 录口供食 给我来电话 叫我拿某药丸给她 可是我回家找了半天 也没见她说的什么药丸呢 她应该是向我求救了 怕要进去待五天 后来我去了派出所找她 问值班警察 人家叫我在外面等 说帮我进去问问看 我就在外面一边等 一边帮我的先生 念消灾吉祥神咒和解节咒 等了好久 其中一位警察 陪着我先生一起出来 当着我和先生的面说 叫我先生以后要注意一下口德 要给孩子做个好榜样 我一听 这不是我平时跟先生说的那句话吗 我马上意识到 这一次遇到贵人了 还说 等到下午两点半后 看看对方的情况如何了 如果对方不愿协商解决 就要进去待五天 而对方要一个月 和警察谈完话后 我就马上跟观世音菩萨许愿 再转部分功德给先生 求菩萨化解我先生打架的这件事 之前已经转了一些功德 来化解我先生 同时许愿帮助先生念诵七章 先生化解冤结的经文组合小房子 已完成 和放生一百条鱼已完成 念一万遍消灾吉祥神咒 一万遍解节咒 两个月内完成 给我先生 帮助他消灾解难 没想到下午三点多的时候 警察来电说 没事了 真是太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了 化解了我先生将要面临的五天牢狱之灾 希望通过这一次增上缘 能让先生明白 只有学佛念经才能改变命运 也希望自己能够早日度他入佛门 让他知音懂果 断恶修善 信佛念经 念经学佛的人有菩萨加持 能够重罪轻报 大事化小 而没有学佛的人 只能无奈地随着命运摆布 通过这次经历 再次印证了心灵法门的灵验无比 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把这么好的法门传到人间 感恩师父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我儿子在两个星期前开始发烧生病 诊所的儿科医生在第六天给儿子验了血 验血报告显示 儿子感染了病毒 并且血小板指数很低 只有60多 正常指数是超过150的 医生立刻写信 让我们带儿子入院留医 我们到了医院急诊室 医生给儿子抽血化验 同样的 报告显示 儿子的血小板还是很低 只有大概70 医生安排了儿子进病房 当晚 我就在医院看顾儿子 第二天晚上 我让丈夫在医院看顾儿子 我就赶回家 我在佛台前 念了一组心灵密码 许愿给儿子念一万遍 消灾几箱神咒 许愿烧送小房子 许愿会尽快放生200条刀下鱼 还有将我斥宿两个月的功德 和我在法会当义工的 20%功德转给儿子 祈求菩萨慈悲保佑 儿子能够早日康复 第三天一早 我赶去放生了200条刀下鱼 之后就赶去医院看儿子 到达医院时 刚好医生在寻病房 医生说 儿子的薛小板指数 曾经跌到40多 如果再继续下跌 就必须要输血了 很感恩菩萨慈悲保佑 医生说 最新的报告显示 儿子的薛小板指数 已上升回60多 如果继续上升 很快就能出院了 到了第五天 儿子薛小板指数 已升至80多 医生已让儿子出院了 昨天我带儿子 再去验了一次血 薛小板指数 已上升至110多了 正在康复中 很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让我们一家 能够遇见 这么好的心灵法门 让我们能够运用 五大法宝 化解结束 化解灾结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 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 自己背 不让师父背 不让师兄们背 接下来 让我们来听 师父的精彩开示吧 精彩问答开示 中秋佳节应如何度过 关于中秋节大节气 念礼佛大忏悔文 宵夜的问题 摘自2014年9月5日 直话直说节目 还有就是中秋节嘛 东方台说 可以念27遍礼佛 那礼佛的话 我们是针对一件事情 还是可以针对几件事情 如果你有几件事情 你讲啊 反正能消掉一两件 如果我讲过的 大的 大的节气的话 你念了27遍的话 你可以销 销很多业障了 所以为什么现在 大家都对这个礼佛 在节气的时候 特别感兴趣啊 因为 因为人的毛病就是了 自己做的时候嘛 就稀里糊涂做 做坏事了 那做了坏事 就拼命想销 听不懂啊 那销嘛 的确在大节气的时候 在菩萨那里 磕磕头啦 拼命念礼佛啦 真的会消掉的呀 除非你商业啦 那就消不掉 就消不掉 但是商业消不掉 也能化小的啊 很厉害啦 这个念礼佛 真的很厉害 是是 那我们譬如说 这几件事情讲 譬如说 我今生有打胎了 那个恶业的话 就说我在 节气的时候 讲过 那平时也 练你佛的时候 这件事还可以 再拿出来讲 对吧 可以 就是要不停地讲的呀 不停地讲 你怎么能讲过 就不讲了啦 你以为化掉了 什么 小师父 小师父不当心 我欺负一个人 你觉得心里 一直过意不去 每次都讲 讲到后来 就慢慢慢慢忘记了 那就真的消掉了 是是是 好 明白明白 感菩萨感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 听师父的白话佛法 难过就会伤身体 缩短寿命 如果气量小 容不下事情 可能会被气死 我要求你们 每个徒弟 要相互包容 相互爱护 我告诉你们 不管别人 讲出什么话 人家都是对的 人家没有错 错的是你自己 因为你有个我 好了 以上就是 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 都可以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还是要做什么事 还有尽管 是什么事 还是什么事 找个人 每个人 都 好优优优独播 还是什么事 地方 那边 我说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